赵露丝又因为内涵女艺人上热搜了 这次的对象是吴轩怡 原来有网友发现 赵露丝的账号点赞了并转发了一篇 吴轩怡抢不过赵露丝的视频 随后便引发了轩然大波 虽然说手滑转发不一定看过 而且点赞表情就在第一栏 如果手机屏幕开着自己没看 但拿着不小心就能按到点赞按钮 只不过随后赵露丝的工作室就发了声明 表示并非是赵露丝本人发布 完全是因为赵露丝在拍戏的时候 把手机弄丢了 账号是他人在使用 便刷出证据 简单说就是被人给盗号了 只不过工作室的这个说法 真的是漏洞百出 首先长时间不登录的账号 重新登录需要发送验证码 这个验证码肯定是赵露丝自己收到了 贤人怎么能收到验证码呢 其次想到手机的人不先去谋财 反而是在近半年后 登录他的账号给赵露丝招黑 这都图的是什么呢 而赵露丝因为点赞手滑这件事 已经出了太多次的问题了 无论是送信还是巨静医都吃过亏 工作室说是盗号这个操作 真的想不明白 像是被骂手滑骂怕了 感觉很可能就是真的手滑点错了吧 怕被骂换个借口 但没想到翻车了 基建工作室给出的解释 根本经不起推敲 漏洞百出 而且因为这个举动 也得罪了太多的同行 只不过大家都不想和赵露丝计较而已 至于点赞事情的真假 估计大家已经自由行政了吧